在私产组的界定搞定之后 我们看一下私产组的减值的瓜分方法 在测定私产组减值的瓜分方法之前 我还要再重复一遍 我们当初对私产组减值的原理的一个认定原则 那就是只有私产组发生了减值 只有私产组发生了减值 组内私产减值才会有必要确认 如果私产组没有发生减值 如果私产组没有发生减值 组内私产减值是不认定的 这个原则是整个私产组设定的一个减值的测定原理 那就说私产组如果发生减值的话 它这个组内私产怎么去瓜分这个减值呢 来看个题 XYC公司有一条生产线 生产线是由ABC三台设备组成 它的原价为40万60万100万 期限10年 竟残值为零 直线法折旧 设备都无法单独创造现金流 但是整个生产线的话呢 它构成一个产销单位 属于一个私产组 那就说呢ABC构成一个私产组 能够单独完成赚钱这个活 OK 再来 2019年 加生产线的产品 有替代产品出现 到年底说出现一些减值 走 到19年底的话 ABC三台设备的账面分贝为20万 30万50万 也就是说呢 这个私产组在19年底的账面总价是100万 A设备的公云处置净额是15万 B和C不知道公云处置净额和流量折线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BBC没有可收回价 A有 往下来 整条生产线预计尚可使用5年 未来5年的现金流折线是60万 这是说这个私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线为60万 也就是可收回价是60万 因为他不知道公云处的净柔 这个我还得插一句话 那个私产组的可收回价应该怎么定呢 私产组的可收回价应当选择 公云处置净额 未来流量折线 二者赎高口径 认定私产组的可收回价 60万 这跟那个单向私产原理是一样的 那就说这个私产组减值了40万 如何在ABC瓜分呢 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的瓜分点在哪 咱这样的 咱先做一个简易版的 ABC的账面为20万 30万 50万 总账面100万 然后它的可收回价是60万 提减值为40万 这第一把 那怎么拆到ABC图上呢 按账面所占比例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活西米的做法 按账面所占比例拆 你看这个账面是20 对吧 总账面100 20%呗 40%的20%那就是拆个8 B呢 30% 3412 C50% 拆10 不对 50% 乘以40 应该是拆20 这样的话呢 拆完之后 A剩的是12 B剩的是18 C剩的是30 那有啥问题啊 你刚才那个A的可收回价是15 意思是说呢 你这种活西米的拆法 拆的这个A啊 损失有点拆多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可收回价是15 你在活西米的话呢 你不能低于15 我觉得最高标准就是到15就行 你不能比15还要低 因为它本身有可收回价 所以说呢 你看拆完之后 A的账面是低于可收回价15 说明拆的有点狠了 应该进行二拆 那你BC咋不说呢 因为BC没有可收回价 BC没有可收回价 只要比零高就算合格 这个关系我再来一遍 听了啊 它的第一拆的话呢 用的是账面所占比例混着拆 账面所占比例肯定不是很严谨 为什么 它的观点是 谁的账面大 谁就拆得多 哪有这种说法呢 这只是活西米的一个拆法 它拆的话肯定是不太合理 你看A人家拆完之后 落个12 你这拆的有点太狠了 因为A的可收回价是15 你在这的话呢 你顶格应该拆5就对了 你不能够比15还低 比15低的话呢 说明这个损失负担有点太多了 B和C为啥不叨叨呢 因为B和C没有提供可收回价 它只要比零高就算合理的 那你A卡可咋办 它不是可收回价15吗 那你二拆的话呢 你干脆先把A满足了 怎么着 A顶格拆5个吗 拆完5之后还剩多少 还剩35 35的话呢 他俩的比例是账面3比5呗 8分之3和8分之5 8分之3是多少 算一算 35的 等会啊 35的8分之3乘以3除以8 这是13.125 这个呢 这个呢8分之5 35的 8分之5 21.875 来来来看这把拆的对不对 这把拆剩下15 我们就奔着那个可收回价15拆的 所以说A肯定合格 B和C拆完之后 这个落16.875 你看 他俩一减 16.875 这个呢 他俩一减 28.125 这两个呢 因为他没有可收回价 只要比零高 就算合格 这就算拆成了 最终的损失啊 40万A落5个 B是13.125 C是21.875 分了怎么写 分了怎么写 这就算检测完了啊 解私产减值损失40 带固定私产减值准备 A5 B13.125 C21.875 搞定 我们做一下理论总结 首先测算私产组的 可收回价 低于账面的差 就是刚才那40 先算出来 把这个40 如果出现的话呢 应该先把商誉干掉 因为有一些小公司啊 他自个儿有商誉 先把商誉充了 为什么先要充商誉呢 商誉是所有私产里面 最不扎实的私产 商誉是所有私产里面 最不扎实的 那就说呢 出现简直你低反应 商誉不值钱了 先把商誉干掉 如果商誉根本都没有 或者不够底怎么办 再往下按照账面所占比例 去拆到每个私产头上 拆完之后 你记得 因为本身你是账面所占比例 拆是活西尼的做法 这种做法难免出现 拆漏的时候怎么办呢 拆剩下的那个账面 不要低于如下三个指标的最高者 啥意思呢 就是公允减去储置费 这叫公允储置金额 未来流量折现 这两个其实说的是可收回价 也就是说你拆剩下的这个账面 不要比可收回价低 顶多是等于它 知道不 另外的话呢 不能够比零低 你看刚才那个A的话呢 它的可收回价是15 你拆的话 第一轮拆的是剩个12 原因知道没有 12的话呢 比这15低啊 你低于可收回价15 说明A拆的太狠了 所以说呢 第二轮就先把A满足了 就谁卡壳先满足谁 A的顶格损失就是5吧 这样的话呢 你不要比可收回价低 这是个原则 另外的话呢 B跟C 它没有可收回价 怎么办呢 就是不能比零低 你不能说这个私产拆完之后 剩的这个账面是负数 这私产赛不争气 它不可能成负数 OK 来重复一遍 拆完之后的账面 不要低于如下三个指标的最高者 就这意思 下面呢 我们用表格的方式 再把刚才的私产组减值的测试流程 再走一遍 这个表格的形式 注意啊 是实践里面正式的做法 刚才我给你做的那个什么 简易的分拆吧 那个是应付考试的 什么一拆二拆 那个是应付考试 因为做单选题嘛 那样做最快 你要画表的话呢 这就太慢了 未来这1.5分 不知道的费这么大劲 所以说这个表格分拆法 是实践里面正式的电脑的一个做法 原理是一样的 来咱们再走一遍 ABC的账面分别为20万 30万 50万 总共账面100万 可收回加60万 贬值幅度40万 40万怎么拆呢 这个占20% 这个占30% 这个占50% 是账面所占比例 那么这儿 20%乘以40万 应该是8万的 这怎么结构5万呢 不是说了吗 这要是8万的话 铝剩下的是12万 它的可收回加15万 这就不合格了 它顶格就是5万 那等于说呢 本来应该拆8万 对吧 接着说你 你只认了5万 有3万拆不下去 3万拆不下去 就拆到BC身上 叫二拆 它管这个叫二拆 然后BC的话呢 第一轮拆30% 是12万 C的话50% 拆的是20万 OK 然后呢 第二轮拆的话呢 就把那个A没拆下去的这个3万 在BC之间进行 他们俩的比例拆 他们是3B5的关系 刚才说了 这个是8分之3 这个呢 是8分之5 来 做一下 3万的8分之3 这个是11250 这个是3万的8分之5 18750 OK 你看它A的话呢 拆的是5 B的话第一次拆的是12 这次拆了个1135250 它俩加的一块 是131250 是合起来的 第一轮和第二轮拆的一块的 这个的话呢 C的话第一轮拆的是20万 没错吧 这个拆的是18750 合的一块是218750 最终定的就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拆完之后 A合格 BC比0高 也是合格的 最终它就是以这种方式认定的 分拆之后的账面 分路还是照旧 减资产减质损失5万 这个资产减质损失 我觉得不用ABC写明息账 关键是准备要写明息账 5万一个设备是 B131250 C的话是218750 搞定 行了 这两个做法注意啊 我们用哪个 都得会 表格是一个常规的 正规的电脑的做法 我刚才教你那个简易的方法 那是一个手工操作应对 单选题的方法 来咱们做一个 看这个 甲公司有一条生产线 由ABCD四台设备组成 这四台设备 无法单独创造现金流 作为一个私产组来管理 21年底私产组测试减值 21年底的账面 300万 是吧 ABCD的账面分别为 80万 70万 50万 100万 A的公云处置净额 71万 不知道流量折线 B的话呢 流量折线为40万 不知道公云处置净额 其他两个设备 不知道可收回价 A71 B40 是这意思 A71 B40 走 我们确定私产组的话呢 公云处置净额是25 流量折线是175 输高口径认定 可收回价25 呗 那他那个总账面多少 总账面往前翻 总账面是300 总贬值75 现在问题是75 在他们四者之间怎么瓜分的问题 是考这个 来 我告诉你手工操作 就这么手工绘制 ABCD账面为80万 70万 50万 100万 总共300 可收回价225 贬值幅度75 如何进行第一次分拆呢 咱们拆它一上 来 我们画好图了 我再给你分析一遍 这样来 它不是75的简值吗 看 按账面所占比例拆 怎么个账面所占比例呢 ABCD的账面 A的账面所占比例是30分之8 这个拆20 剩60 它这个60 你看啊 比它这个可收回价71要低 说明A拆的这个是不合适的 比较狠 它还得进行二拆来弥补它 B的话是30分之7 拆的是17.5 扣完之后到52.5 比40要高 比可收回价高 这个拆的话是合乎我们刚才说的规范的 C的话呢 是30分之5 这个拆的是12.5 拆剩下37.5 这个拆三分之1 为25 拆剩下75 OK 现在你看啊 拆剩下这些 有可收回价的只有AB A的可收回价是71 显然A的话拆的不合适 因为你拆剩下的是60 比这71要小多了 那待会的话呢 进行二拆应该先满足它 它的顶格是拆9个 知道不 B的话呢 可收回价40 这本身就合格 C和D没有可收回价 只要比0高就合格 OK 开始进行二拆 先把那个A满足了 不是拆9个吗 那剩下的话呢 75 减9 等会啊 75减9 等于66 他们仨的比例是7比5比10 那么他们仨B的所占比例 应该是722分之7 C是522分之5 D的话是1022分之10 然后是拆这66 剩下的呗 这个拆多少 3721 这个呢 3515 这个呢 30 你看它拆完之后 老多少 拆完之后 这个老49 这个老35 这个老70 根据刚才的比对A是奔着它去拆的肯定合格 因为它的可收回价不是71吗 B的话呢 它的可收回价是40 那49比40高嘛 合格 C和D比0高就合格 最终我们的损失是A几个 9 B呢 B21 C15 D30 OK 要这样的话呢 我们找一下 应该是哪一个 9 21 应该算B 921 15 30 没错 那就是它呗 OK 就这么来的 我们做文字序处再展示一遍 四参组的公允处置净额是225 流量折线是175 孰高口径认定可收回价25 账面300T减之75 第一次分配的话呢 A应该承担的是20 B的话是17.5 C是12.5 D是25 拆完之后 A不合格 A不合格 因为这个A的话 A的话它拆完之后剩60 没错吧 然后它的可收回价是71 显然比71要低嘛 不合格 所以说下次拆的话呢 先满足A 顶格拆9个 剩下的话呢 B7D拆剩下的66 66 然后B的话呢 是722分之7 没错 拆21 C的话呢 拆22分之5为15 D的话是22分之10 拆30 没错 这次分配之后 A的剩的账面71 正好等于可收回价 是奔着它去拆的 肯定合格 B的话呢 拆剩下49 比可收回价40要高 也合格 其他的话呢 只要比0高就合格 因为它 C跟D是没有可收回价的 这样的话呢 比0高就算是合格的 OK 资产组简直就这些 来看总部资产简直 总部资产简直 先说什么叫总部资产 所谓总部资产 实际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能够直接创造产能的资产 不能够直接创造产能的资产 是啥资产 你像咱们单位的办公大楼 信息处理中心 这些不是一线车间 没法直接创造产能 这种不能够直接创造产能的资产 咋办 就是他没法测算他的可收回价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到底值多少钱 没有准确的可收回价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简直必须得附着在资产组身上来认定 这个怎么个附着方法呢 很简单 就把这个总部资产用某一个标准 分拆到每个资产组身上 这样的话呢 每个资产组就包括了总部资产拆给他的部分 然后以这个标准去认定每个资产组的可收回价 然后将减值在总部资产和资产组之间进行所谓的回向分拆 这事儿我们得拿提案 观众要说明效果 来开始 药豪公司拥有企业总部和三条独立的生产线 第一 第二 第三 三条独立的生产线 被认定为三个资产组 20年底总部资产和三个资产组的账面 分别为200万 300万 400万 500万 其中第一生产线由ABC三台设备组成 当年末的账面分别为100万 50万和150万 这不总共300吗 这个300说的是这个 然后呢 B设备的可收回价为45 A设备的可收回价为80 三个私产组的剩余寿命期为5年 10年和20年 OK 往下来 由于三条生产线所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同类产品价优物美 导致我们的产品滞销开工严重不足产能下降 使得出现减值迹象 在测试减值的过程中有一个总部办公楼 总部资产 它的账面可以在合理的一致的基础上分摊到每个私产组身上 其分摊标准是每个私产组的账面价和剩余寿命的加权平均的标准来测算 经调查取得三个私产组的可收回价 分别为280是第一私产组 500是第二私产组 550是第三私产组 OK 我们先把总部私产按照合理的方法拆到每个私产组身上 然后比对每个私产组的可收回价和账面 最后将个私产组的减值在总部私产和私产组之间进行所谓的回向分拆 来先看它怎么拆吧 总部私产按什么标准拆到私产组身上呢 按照它的账面价和它的剩余寿命的加权平均计算值得来算 看这个 第一生产线300 第二生产线400 第三生产线账面为500 横的加过来是122 OK 剩余寿命期5年 10年 20年 然后呢 它们之间比对之后是1比2比4 124就是权重 这样的话呢 用300的账面乘以它的权重 1等于300加权后的 400的账面乘以权重2 加权之后是800 这个呢 500乘以4加权后是2000 最后横的加过来是3100 3100 2800 300和3100之间的比例关系是300 除以3100是9.68% 800除以3100为25.81% 2000除以3000为64.51% 按这个比例拆谁去 等会儿拆那个谁 200的总部私产账面 200的话呢 乘以9.68% 等于19.36 300的账面就这个 加上总部拆给它的之后呢 是319.36 然后400的话呢 这个呢 对应的分拆 200乘以多少 25.81 这个拆完之后 是拆到51.62 400加上它等于451.62 这个呢 64.51的百分点 这个拆的结果是129.02 500加它等于629.02 OK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总部私产 按照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 分拆到 或者叫云到 每个私产组头上了 然后在这个标准下 第一生产线 包括总部价之后的 分拆是319.36 它的可受货价280 减值幅度为39.36 那我问你啊 如果总部私产 不拆给它 它应该是多少 如果总部不拆给它 它应该是300 那这样的贬值幅度 应该是20就对了 那拆给它之后的话呢 这个贬值幅度增加了 变成了39.36 显然这个损失呢 有一部分总部私产负担的 有一部分是低生产线负担的 第二生产线 451.62 是总部拆完之后 它的整体价值 然后和可受货价500相比较 没有减值 第三生产线 总部拆给它之后 是629.02 它的可受货价是550 贬值幅度79.02 显然79.02 包括了总部负担的一部分 也包括了第三生产线 负担的一部分 开始往回拆 低生产线 它的减值幅度为39.36 在总部和低生产线之间 进行回拆 怎么拆呢 这样拆 319.36分之19.36 这是那个总部拆给低生产线的账面 占它的 拆过总部价值后的 低生产线的总账面的比例 为2.39回拆 剩下的话呢 是319.36分之300 39.36拆过来是36.97 第三生产线的总损失为79.02 那么总部云给第三生产线之后的 整体账面达到629.02 629.02分之129.02 是那个第三生产线接收的 那个总部资产价值拆过来的额度 占的比例 去瓜分79.02为16.21 瓜分给第三生产线本身的是 629.02分之500 为62.81 那你这个总部资产到底拆了多少损失 看一下 2.39 加谁 16.21 我看看啊 这多少 16.21加上谁 2.39 18.6 显然 总部资产的损失 应该是18.6 第一生产线的损失为36.97 第三生产线的损失为62.81 那么现在你这个损失 只是在什么层级上划分了 在资产组 资产组 总部资产之间进行划分了 但是呢 每个资产组 不有好多资产吗 你需要把资产组的损失 在具体落实到每个资产头上 我们这个题呢 为了省事 只对低生产线提供了 它的内部的资产结构 看一下 有A 有B 有C 他们的账面分别为100万 50万和150万 总共300万 刚才说了 它的损失应该是36.97 又来了 这不就资产组 简直瓜分吗 没错 四产组简直是36.97 瓜分到ABC图上 第一把是它的账面所占比例 33.33 这什么意思 三分之一 这个应该拆36.97 除以3 这个应该拆12.32 拆完之后 落的是87.68 这个应该拆36.97 是吧 乘以 三十分之五 三十分之五 就是六分之一 外出一六 这个应该拆的是6.16 但是你拆的是五 有1.16没拆下去 就这个1.16 1.16没拆下去 因为如果它要拆6.16的话 它会变成多少 我算一下 它会变成43.84 而它的可收回价是45 还那句话 它拆不下去了 它顶格拆五个 C的话 我看看 36.97的一半 50% 这个拆18.49 拆完之后 到13 1.52 这样的话呢 这里面只有B 1.16没拆下去 进行二拆 二拆 二拆的话呢 A和C是 10比15 也就是25分之10 25分之5 15 25分之10 也就是 40 这是60 46开不相当于 1.16的40%是0.46 1.16的60%是0.7 这样的话呢 我们经过第一轮 A拆的是12.32 再加上个0.46 为12.79 这边呢 18.49 加上0.7 是19.18 就这么来的 那拆完之后 合格吗 合格 因为当时B的可收回价 我看看 往前翻一下 B的可收回价 是几类的 45 然后A的可收回价 是80 C没有提供 C没有提供 80的话呢 你刚才A拆的时候呢 应该是合格的 你看 A的话呢 剩的是多少 哪去了 剩的是多少 100 减去 12.79 剩87.21 87.21 没错 它是合格的 B本身是奔着它去拆的 肯定也合格 最终损失就拆完了 行了 这就我们聊的 有关总部资产 分拆的一个流程 但这个题的话呢 它出的比较低调 它只有第一生产线 弄了个ABC的账面组合 没有提供第三生产线 有哪些具体资产 我们在这呢 只要是拿低生产线 作为样本 知道它怎么往下拆就可以 这个流程 我再稍微的回顾一下 它首先要干的第一个活 先把总部资产 分拆到每个资产组身上 然后每个资产组 承担了总部价值后 再站在每个资产组的角度 算它的可受货价 看看它们的减值幅度是多大 那么这个减值幅度 本身就有一部分 总部资产负担的部分 再回拆到总部资产身上 和低生产线 第三生产线身上 那么每个生产线 算完了这个减值损失 再根据私产组的减值损失 在具体私产之间进行瓜分 进行所谓的回拆 就刚才第一生产线 不就往下拆吗 那你总部私产 那个减值咋整啊 就刚才那个总部私产 减值18.6 总部私产认定的是18.6 18.6的话呢 再在总部私产的具体私产 之间进行所谓的分拆 这个呢 我们这就不探讨了 但这个题呢 他讲解的这个总部私产 是可以按照一个 什么合理的科学的比例 来拆到具体的私产组身上 那有的总部私产 是拆不下去怎么办呢 上题再来一个 来我们看这个案例导入 ABC高科技企业拥有 ABC三个私产组 在19年底 这三个私产组的账面价 分别为200万 300万 400万 没有商与 这三个私产组 是三条独立的生产线 预计剩余寿命期为 10年 20年 和20年 采用直线法提取折旧 由于ABC公司的竞争对手 通过基础创新 开发出了技术含量 更高的新产品 使得广述市场欢迎 从而对ABC的产品 造成重大冲击 不利影响 于是整个生产线 出现了减值 ABC公司在19年底 对各个私产组 进行了减值测试 第一个解析 ABC公司在对私产组 测试减值时 应当对它的相关的 总部私产进行 一并认定 这个总部私产 包括一栋办公楼 一个研发中心 办公楼的账面为300 研发中心的账面是100 办公楼的账面 可以按照合理一致基础 分摊到每个私产组身上 而研发中心分不下去 你看我们刚才 那个其实都能分下去 这个是有一个分不下去的 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咋办呢 先把那个能分的分下去 来来来 先把办公楼分下去 走 私产组A 账面200 私产组B 账面300 私产组C 账面400 234 总共900 剩余寿命10年 20年 20年 那么它的权重是 1比2比2 于是私产组A 用200乘以1权重为200 加权后的 B的话是300乘以2 等于600 400乘以2 这是800 加权之后的总的是1600 A的话呢 是200除1600 等于12.5% B的话呢 是600除1600 37.5% 这个是800除1600 50% 用这个比例去 瓜分办公楼的账面300 300乘以12.5% 为37.5 这样的话呢 私产组A在 总部办公楼 云给他之后的 总账面会达到237.5 B呢 300乘以37.5% 为112.5 加过来是412.5 这个呢 50% 150 400加150 等于550 然后呢 每个私产组 它的公允处置 进入不知道 用流量折线 认定私产组的可收回价 你看啊 它的折线率是15% 经过测算 私产组A 它的可收回价是398 流量折线 B 328 C 542 整个企业1440 私产组A 办公楼 云给他之后 是237.5 它的可收回价是398 人家没有简直 不用管他 维持200的账面 不变 B呢 总部云给他 就办公楼 云给他是412.5 它的可收回价 328 其简直 84.5 84.5 云给私产组 B的是61.45 怎么来的呢 这样 84.5乘以412.5分之300 没错 61.45 那个办公楼呢 办公楼是这个 这个 是84.5乘以412.5分之 我看看 112.5 没错 拆的结果是23.05 私产组C 总部 云给他的是 150 拆下来550 可收回价542 提减值8 8的话呢 拆到C的身上 怎么拆呢 用8乘以550分之400 没错 这个是 8乘以多少 550分之 150 112 最终的话呢 这个是25.05 这个的话呢 拆的是 6 这个拆的是 61.45 这都拆完了 经过上次 简直测试之后 ABC和办公楼的账面 分别为200 A的话等于没动 B的话 为什么是238.5呢 再看一遍 B的话呢 本来是300嘛 你这次拆的是 61.45 拆剩下 238.5 C的话呢 本来是400 这次拆的是6 最后是394嘛 就这么来的 那个 办公楼 为什么是274.95 办公楼总账面是300 这次拆的是25.05 拆剩下 274.95 就说它的 这第一轮 拆完之后 研发中心账面是100 把它包到一块 研发中心不是拆不下去吗 拆不下去的话呢 就把这个私缠组组合 放在一起和它统一并拆 并到一起的话呢 它这个总账面是 A 200 B BBB 238.5 这个呢 394是C 274.95 是办公楼 100是研发中心 打包是120 7.5 整个企业的可视物价 是1440 说明它比这个可视物价 要低 人家没有贬值 这样的话呢 就不再往下拆了 相当于研发中心 没有减值 好了 结束了 那要是再有减值 怎么办呢 那接着滚动 刚才这个操作就可以 经过认定 私产减值损失 92.5 其中B的话是6 11.45 C的话是6 半公楼是25.05 这个其实做分路 做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按照 私产组口径认定的减值 你得把私产组的减值 再拆到具体私产身上 才可以写这个分路 它这显然是简化的 好了 这就是总部私产减值的套路 总部私产减值 我们把它画成个图 再看一遍 那就说呢 私产组1 私产组2 先把能分配下去的总部私产 进行第一轮分拆损失 分拆完损失之后 得出一个一拆之后的 私产组1账面 私产组2账面 以及总部私产的账面 就刚才那个办公楼外 然后再把这个拆不下去的 总部私产 再把它并进来 进行二轮的分拆损失 我们刚才那个题呢 到二上 到这就没损失了 要有损失怎么办呢 这个题咱不考 你就知道这个流程就行 来总结理论 企业对某一私产组 进行简直测试 应当先认定 所有与该私产组 相关的总部私产 再根据相关的总部私产 能否按合理一致基础 分摊到私产组 进行相关处理第一步 对于相关总部私产 可以按照合理一致基础 分摊至资产组的部分 应当将该部分 总部私产账面 分摊至该私产组 再聚于比对 该私产组的账面 注意啊 包括分摊的总部价值 与它的可收回价 相关的减值损失 在总部资产 和私产组之间 进行所谓的比例分拆 这个拆分的顺序 是和私产组的 差不多一个道理 对于相关总部资产中 分不下去的总部资产 怎么办呢 那就先不要管它 然后比对出 资产组的账面 和可收回价 按照资产组的减值测试 进行第一轮的 减值测试认定 测试完减值之后 再把这个私产组 组合在一起 这个组合在一起的标准 就是能够把这个 分不下去的总部资产 可以分下去为标准 其实就是把总部资产 分不下去的进行 第一轮分拆后的再组合 然后比对 刚才的私产组 组合的账面 与可收回价 看看这个减值 应该如何瓜分 其实套路和刚才的 那个能分下去的 那个是一个套路 我觉得这个理论 你甭看太绕嘴了 关键是刚才这个题会 做就行